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金融市场实务 各位同学以及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们金融市场实务课程的播出 今天已经来到我们第十奖次指数股票型基金 简称ETF的一个内容单位 单演内容当中 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由我明胡 还有郑老师一起来分享课程的内容 郑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婷宇老师 今天一起跟各位探讨有关于ETF 这样的一个金融商品 好的 那在商学院教书的过程当中 老师最常教的课程是会计 经济还有证券投资实物 那这三个科目 老师自己编了一个顺口六 来说明这三样课程的一个特色内容 那不过这一句这个顺口六要用台湾话讲会比较这个顺畅 那容许我用台湾话来讲这个句话的一个顺口六 我是这样说的 那我在翻译成这个中文是这样讲的这个会计会计真有趣加加减减放对位 这是一种流量损利表的观念跟存量资产负债表的观念 那至于经济的当然就是一个中庸折冲跟一个妥协的一个一门这个科学跟艺术 另外第三种股票股票股票 真的很难玩 那起起落落 这个很难去抓住它 很难这个预算它 那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在思考 在这个金融市场中 我们不用这么努力的去了解这个股票 但是我们又可以达到这个投资股票 它的一个利得 那所以说在这个金融商品 就有这样的一种金融商品的产生 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同学探讨了一个主题 ETF这种指数 这股票型的一个基金 好的 那这个单元内容当中 我们提供几个大纲内容 跟同学一起来做探讨 包括我们ETF商品的一个意义 还有它的一个特色 以及ETF非常特殊的一个商品的一个特色 是申购与购回的一个程序 这一部分我们会请教这个郑老师 跟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另外还有我们要针对这个所谓ETF 它的交易的实物 那我们最后还要几一个 这个台湾50这个指数 这个一个金融商品的一个 这一类的金融商品的一个说明 那另外我们按照惯例 以一个金融市场隔眼 作为这个讲次的一个结论 好的回到我们这个 我们第一个这个要探讨的主题 ETF商品的一个意义 那ETF它的英文的原文是 Echange Traded Funds 中文称为指数股票型证券投资信托基金 那我们简称指数股票型基金 那ETF就是将指数给它证券化 然后由于这个指数是衡量我们这个金融市场 它涨跌的一个趋势的指标 因此这个所谓的这个指数证券化 是指投资人不用再购入一篮子的股票的一种投资 而是透过持有表彰指数股票 这种权利的一个受益凭证来间接的投资 这是它一个地利 那从这个意义当中我们了解到 这个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提供出来的 基本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它是一个被动式的管理 它是一个追求这个指数的报酬力 因为我们针对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个股去投资 而是针对这个大盘的一个变化 那所以说我们就能够比较掌握到 比较大原则的一个趋势 比如说这个台湾总体经济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因为股票指数 我们台湾加钱指数是我们的先行 经济的先行指标 那我们投资这个指数 就是就不用很积极的 去针对单一股票做分析 那我们只要追求这个指数的一个报酬力就可以了 好 那第二点特点 是一个独特的一个ETF的一个食物的一个申购 跟买回的一个机制 在这个机制上它是属于一种初级市场的一个 它一个机制 那这样子的话 经由这个初级市场的一个机制的一个 食物的申购跟买回的机制 来跟我们的刺激市场市价来贴近这个禁止 那不过这个地方是比较复杂的 那我们等一下会请教这个郑老师来跟同学做这个详细的说明 另外我们一个特色是 因为它是一种指数股票型的一个基金 那从质义上你就很容易了解 它是增计这个我们这个股票 以及这个指数基金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色 它两种都兼计这个特色 那这个的话 我们也非常容易了解 因为我们股票指数型基金 因为股票它本身 就是我们这个刺激市场 它一个集中交易的时候 产生的一个交换的 这种股票的一个标的 那是基金的部分又是比较类型这种开放型的基金 那我们这样子 增计这个基金跟作为这个股票的一个特色 是我们ETF的一个特色 那近几年来我们这个台湾这个集中市场 发行这个ETF 如以后春孙 这个以后春孙 一直这个非常的热肉 在发行这个ETF的金融商品 那以上是他针对他一个ETF的商品 特色跟同学做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想针对这个ETF商品的一个特色 就是申购跟买回的程序 就是在这个初级市场 还没到我们这个次级市场 来做一般散户 一般社会投资大众的一个投资的标的 之前有一个很重要 而且稍微有点复杂的一个动作 就是这种这种食物的 这个申购跟买回的程序 那至于这个说明 请郑老师跟同学做说明 那刚才徐老师有讲到ETF的特性当中 他有讲到说ETF的市价 跟它静止是非常紧密的 也就是非常贴信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最主要ETF它本身在处理市场里面 它有一个机能 也就是说它可以做食物的一个申购 以及买回这样的一个机能 当我们的ETF的市价跟静止不一样的 就价格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透过套利的方式 让静止跟市价会慢慢的 慢慢的一个推进 那我们现在用一个图形 来跟各位说明会比较清楚 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图形 我们可以了解到 当ETF的价格大于静止的时候 代表它是一个所谓的溢价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当你这个ETF的价格是50块的 那组成这ETF 这一篮子的股票 这些净值它是45块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它就称为溢价 那在溢价的状况之下的话 投资人到底他可以做 怎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那投资人就可以在市场上 买入一篮子的股票 那透过我们的食物的 申购的一个程序 把这些一篮子的股票 把它转换成ETF 那在市场上 把这个ETF把它卖出去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因为你买进了一篮子的股票 就会使这些股票的价格上升 当然它的净值就会提高 相对的 你在市场上卖出ETF 那ETF的价格就会下降 那彼此间的价格 就会慢慢慢慢的一个推进 那相反的 如果当ETF的市场价格 小于净值的时候 那我们一般所称为叫做折价 在这个折价的时候 那投资人可以做哪些动作呢 他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入ETF 那再透过我们所谓的食物买回的程序 也就是说把这ETF 转换成一篮子的股票 那再把这些一篮子的股票 要在市场上把它卖出 那你就可以获利 那当然当你在买进ETF的时候 那ETF的价格就会上升 相对的你把ETF转换为一篮子的股票 那这些一篮子的股票又把它卖出 那这些股票的话价格就会下降 那价格下降之后 这个净值当然就会下降 所以由这两个机制 也就是食物申购 以及买回这样的机制 会造成ETF跟净值之间的 越来越紧密的一个关系 那有关于ETF的说明 我们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由徐老师继续 跟各位说明ETF 好的 那在这边想提供 各位同学一个投资的一个 观察的一个时机 我们如何在什么时点呢 来买入这个ETF 那什么时候要卖出这个ETF 那我们从这张图表 我们图卡当中可以清楚看到 我们在这个第一个高峰的时候 通常景气是向上的时候 我们这个市场利率飙高 然后股票的一个资产 它的价格上升 那通常这时候就是我们讲 一个通膨的一个景气的 一个循环的一个点 那这时候已经到高点了 那这时候通常就是因为 这个景气已经上扬到某种热络的程度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谷底的一个下坠 那所以说在这时候 在inflation这个高点的时候 通常来讲我们因为这个利率很高 然后这时候我们通常要卖出这个股票 然后买债券 那这时候也是景气比较准备向下的时候 那这时候因为你是卖股票 那同样的这个道理来说的话 因为ETF就贴近股票这个 它一个禁止的一个金融商品 那通常在inflation那个点的时候 那个高峰的时候 就是我们卖ETF的时候 那相对来讲 这个景气经过长期的压抑 已经来到谷底了 那这时候我们景气通常是一个通货紧缩 deflation的状况 在deflation状况通常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股票的低点 那通常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买股票卖债券 那这时候通常我们整个市场的金融的利率 是走低的 然后债券价格是上升的 那所以说在这时候 因为是买股票的时机 这个点 deflation这个点 也是我们这个买ETF的一个时机 提供这样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时机 跟同学做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想再针对这个ETF 这个商品交易的一个 食物的一个基本架构 以我们这个图来跟同学做说明 在我们这个商品交易 这个食物资本架构当中 我们首先探讨这个刺激市场 那同学这个图就是上面 参与这个ETF买卖的双方 来决定这个ETF的价格 那当然是在这个集中市场 因为它这个这张图 它最主要是在我们ETF 它的一个刺激市场 不像刚才这个 郑老师所提的这个例子 它是在初级市场的一个行为 那通常有这个所谓的PD 就是participating这个 第一个证券的一个参与商 来做这个ETF的一个买卖 那当然还有包括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社会投资大众 还有一个金融机构 那你就把这张图想成是一个初级市场的一个买卖 那想成一种股票的买卖就可以了 这样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接下来这个图就是所谓的这个 我们这个初级市场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的道理跟这个机制 我们郑老师已经很详细跟同学说明 它是一个ETF实物的一个购回 跟一个买回跟一个实物的一个申购的一个机制 让两边这个净值跟ETF的这个价格 能够同时拉到一个相同的价格 好的 那这样子ETF有初级市场的一个特色 跟初级市场一个特色 那接下来我们想针对这个所谓的ETF 这种非常夯的一种金融商品 在这个我们这个买卖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次级市场 我们一般的社会的投资大众 它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 包括我们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多 或是做空 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买卖这个ETF 跟我们一般的股票买卖 它的手续会有没有不同 或是这个税户有什么不同 至于这个详细的这个ETF的买卖 support你是一个散户 那你如何去买卖这个ETF 那这个交易实物的流程 我们请郑老师跟同学 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 那至于各位同学如果说要买卖ETF的话 怎么样去做买卖 首先如果各位同学目前在证件公司 有开买卖股票的一个证件户的话 那你同样也可以买ETF 那ETF跟股票有什么不一样 事实上它一样 它的涨跌幅也是跟股票一样 它的最大涨跌幅是7% 那以目前来讲它的一个交易单位 一个单位也跟股票一样也是一千个股 一千股一个单位一千股 那至于ETF是不是可以做融资融建呢 可以它不但可以做融资融建 而且它在平盘以下还是可以做放空的一个动作 那至于ETF的首席会跟税户这方面 它跟股票有哪些不一样呢 同样各位如果买卖股票的时候 必须缴交千分之1.45的一个首席会 那买ETF不管你买跟卖 也是同样要缴这样的一个首席会 但是它跟股票最大不一样 就是在税户这方面 那你买卖股票的时候 尤其卖的时候 你必须缴千分之三的一个交易税 但是买ETF在卖的时候 你只要缴千分之一的一个首席会就够了 那至于ETF到底它是一个轟币型基金 还是一个开放型基金呢 这个也很难做一个定义 那它跟我们目前的轟币型基金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一般的轟币型基金 它必须上市六格A以后 它才可以做融资融建 但是ETF只要上市之后 它就可以做融资融建 那我们一般ETF的交易场所 它是在一个所谓的次级市场 但是我们的ETF是在初级市场 或是次级市场都可以做一个所谓的交易 因为它本身有刚才老师跟各位介绍了 它有所谓的食物的一个申购 以及买回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它可以在初级市场做一个套利的一个动作 好的 谢谢这个郑老师的一个说明 那我想根据郑老师的详细说明 老师再补充几点 那我们这个ETF它的交易单位 一般来说每个单位是一千股 但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ETF它是比较有弹性的 跟一般股票 它通常来讲是如同郑老师所说是一千股 但是它也有每个单位两百股的 或是一百股 它是比较有弹性 并不极限在每个单位是一千股的 跟一般股票是一样的 这是在书上必须注意的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比较在交易当中 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郑老师所说的千分之一的这个税 这个观念我已经跟在共同基金 之前的那个股票 这个交易的时候 也跟同学讲过 这个交易交易税是一个非常 对一个散户大众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 你要是短期做这个短线的人 要交这个税 有这个千分之一 跟一般股票千分之三 这个交易税的一个比较 那是相对来的低的 所以说ETF发行是在两千零三年的时候 初次发行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市场 慢慢经过这几年来的一个发展 它已经得到一个市场 很好的一个反应的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交易 它这个一个过程当中 同学必须注意到就是刚才郑老师讲的 它有出息市场跟刺激市场的特色 那现在因为我们出息市场的部分 它一个套利的动作 通常一般的散户是没有办法参与的 因为它规定你这个买卖这个单位 都是有个基本的股数 通常要可能要五百张或一千张的单位 那一般的散户是不会碰到 这个初期市场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实物 那一般你们想成 我们一般的社会投资的一个大众 是在刺激市场 那你只是买卖的标的 是一种指数化的一个金融商品 而不是股票 那实际上根据这个郑老师的说明 他的一些交易的方式 比如可以做多做空 这都是一样的 好的 那我们稍作休息 待会再回到我们另外一个内容跟单元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将跟同学介绍 我们台湾目前的一个指数股票型基金的一个简介 那我们台湾这个指数股票型 这个证券投资信托基金 是成立在2003年6月30 这台湾50 这时候这个2003年时候正式挂牌上市 那截至这个2000 这个11年的年初的时候 有17档这种指数股票型基金的一个诞生 那在这个证券市场 我们非常的热络在这个交易当中 那这个ETF目前虽然只有占我们这个总成交值的这个百分之 截至这个2010年10月20日 他只有这个不到百分之一 百分之零点有这个成交值 那不过根据这个我们的ETF的商品 他是会慢慢的给这个社会大众来接受的 那这个比例成交值的比例 应该是会继续的往上成长 另外有关于这个他的参与这个投资的ETF的社会大众之外的 我们这个PD这个所谓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承销商 他主要的收益来源在出息市场上 他可以得到这样的收益来源 包括你这个指数成分股的一个现金股的一个利率 还有开放这个借鉴的一个获利的金额 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指数成分股及权重调整的时候 他用被动式这个基金交易中的一个买卖的一个赚取这个差额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比较算是这种出息市场 这些PD的部分 这些参与的证件商所赚到的一些利润 那紧接着下来 我们想针对目前在台股这个台湾指数股票型基金 他的一个种类 那主要分为以下的一个市种 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国内成分这个股的一个债券 证券ETF 这个有0050的保来 台湾卓越50基金 这就是我们2003年第一支的ETF 另外比较有特色的是我们国外成分证券ETF 这种是一种比较稍微有点复杂 它是一种连接式的ETF 它目前有一个就是ETF0061保来标志护身300ETF 他一种存入股的ETF 这地方稍微有点复杂 荣老师在做一个说明 那这种国外成分股的ETF 就是类似这个你投资这个ETF 这个基金公司把这个ETF 你筹出到了一个资金的标的连接到这个国外 比如说这个刚才提到这个0061这档 我们这个ETF这档基金 它是连接到这个在这个入股 很那个发行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在恒生指数 就是他已经连接到香港的恒生指数去 然后去买香港 他的一些筹出来资金的话 他的标的不是买这个台湾的这个加钱指数 而是将他的资金投资在我们这个香港 上挂牌上市的保来标志护身300ETF 将你这个筹出到的一个资金的百分之九十 是把它连接到香港挂牌上市的标志护身300ETF 这种连接式的一种间接式的一种投资的意思 另外跟这个间接式的一个比较相对的一个观念 是第三种就是境外比较纯的这种ETF 这个的话有0080的恒生H股指数 这是我们简称恒中果 这个交易单位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不是1000的每个单位不是一个1000股 而是200股 另外跟这个香港这个恒生主数ETF 这个直接投资这个标的 以香港恒生这个香港为一个标的 这个ETF这个恒香港的部分 他的一个发行的每单位是100股 这种叫做直接跨境式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标的 跟刚才是一种连接式的 而是一种间接式的稍微有点不同 最后就是另外的一种是债券成分ETF 这个原来的投资的一个标的就是以债券为一个成分的 一个ETF 目前在这个台股上市的这个债券成分ETF 有006202保来贵买护营债券基金 那以上四种是目前台湾指数股票型基金的一个种类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目前这个我们的台股里面这个ETF的表现情况 那从我们这张图卡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台湾指数股票型基金的一个绩效是不错的 那我们大概观察一下 截至这个2001年 2011年这个年初的时候 我们这个这些17党的这些表现都还不错 都有在大概一二十趴的一个表现 这个一个绩效是相当不错的 大概我们这个跟共同基金来比较一下 我们在这个上个奖次共同基金 这些台湾有五百多档的国内基金 一般的国内的一个共同基金的一个绩效比较 我们这个ETF部分的一个表现的话 是不会输我们这个一般的共同基金的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常听到这个台湾50这个ETF 这一部分也是我们常在报章杂志看到的一个有关台湾50ETF的一个课题 那同学必须要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 那这一部分我们请教郑老师 好的 那我们首先来了解 在我们为了推动ETF 在2002年的10月29日 台湾的证交所 与英国富时指示有限公司合作 编赚的台湾证件交易所 台湾50指数 作为台湾首档ETF追踪模拟之标的 这是它的一个背景 那有关于成分股的选取的话是 在所有在台湾证件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经公开流通量调整 以及流动性的检验所选出的市值前50大的股票 纳日台湾50指示 有关于台湾50指示的计算方式来跟各位介绍 那台湾50指示是以民国91年4月30日为编制机期 那机期指示设定为5000 那每日依据成分股资股价加全计算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公式 在分子方面的话 应该是50指股成分股 所以I等于1一直到50 那SI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某一股票的发行数量 那PI所代表的就是某一股票的一个市价 那再乘以TI TI就是我们所谓的公开流动量的叙数 它是借于0跟1之间 如果它越接近1的话 代表它的流动性越高 那也就代表说 它所发行的所有的股票的数量 都可以纳入到我们的成分股里面 那最后我们再除以低 为什么要除以低呢 因为它要调整指示 为什么要调整指示呢 最主要原因有些股票 它有增值 或者是它有除钱等等 所以我们必须做指示的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必须除以低 这是跟各位说明 有关它的计算公式 好的 那我想最后我们还是一样 依照惯例 我们提供一个金融市场格言 来作为ETF 这个讲次的一个结论 所谓的这个股市名牌 并非别人称赞的一个产物 而是自己努力研究选择的一个决金 这是日本股神 Korekawa Aginzo 这个四川银帐它的一个一个格言 那不过这句话刚好跟我们ETF 在一个逻辑上刚好有点相反 那不过这也是呼应我们这个一开始跟同学讲的股票 股票这个起起落落 这个变化相当大 你要研究有一只好的一个标的物 你所要发挥的时间 你所要发挥的精神是相当的巨大的 那不如我们交给这个ETF 做这个良好的资产配置 况且我们以前有一个学者是shop 他也提过85%这个成功的投资者 他们都是做好一个良好的资产配置 那所以说ETF也是我们必须纳入 我们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良好的一个金融商品标的物 那今天谢谢各位同学跟观众的一个收看 那我们期待下次的一个学习跟成长 谢谢 谢谢